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在从更大的更多的朋友的角度来讲 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和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相关的人 现在不是具体的中国人 地球上每一个人当你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所以是具有意义的 我个人觉得从生命尊严上具有意义的 所以又变成了该问 李文亮 你说今天李文亮活着 如果李文亮在当时救过来 活着 活过来 他面对着习近平的港版国安法 你说他是支持还是反对 我相信我个人猜测 更多的朋友会认为他会支持他 因为他终归是14亿 14亿互戚首当中的一个 他自己说的 他支持武警部队在深圳 开进香港 镇压那些共产党眼睛里的暴徒 这话咱说白了 镇压那些强奸者眼睛里的偷情者 我就找这种形容词了 因为所谓的偷情 所谓这些是不存在的 是正经八百的 但是呢 在他们的眼睛里 却是邪恶的 因为共产党眼睛里的一切都是反的 那问题是李文亮死了 那李文亮死了 对不对 那结果后来在推特上 在所有的环境中 太多的人的环境中 把他退宠为英雄 我个人对这问题 依然持持续态 持这个怀疑态度 我个人不太接受 他什么都没做 他什么都没做 他就像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一样 说哥们那头有 那边边有条蛇 你别过去 你何必招叹 就说这么一句话 习近平属蛇的 后来这个 结果呢 这件事情呢 就不成 说你侮辱了领导 领导是蛇吗 不是 你得写监讨 写了 后来呢 被蛇咬着了 蛇毒发作 他死了 结果旁边人都说 你看这哥们 英雄 他就做这么点事 所以 但问题为什么谈到李文亮 跟现在 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称了真实的 原因就是说 原因就是这个 人民网 人民网 李文亮之七 傅雪杰在微博上发文 说近日网上得知 美国议员提议要求把 中共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段路 改为李文亮广场 写错了 那不是一段路 那是一个小广场 广场有多小呢 那广场有多大 天伦汪潮 天伦汪潮 是叫天伦汪潮 原来 王府警这儿有个天伦汪潮 这个 大酒店 天伦汪潮里头那大控场 比那广场都大 那个广场比人民大会堂 比那个毛泽东那尸首那地方小 比那地方小 就很小 得知这个消息很难过 文亮是一名共产党员 深爱他的祖国 他若有之 他若有之 一定不会允许有人借他的名义 来伤害他的祖国 真的希望不要再无端的勾起伤心事 让逝者安息把生者前行 让逝者安息把生者前行 他可是他媳妇 那给我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对吧 因为不要借他的名义 来伤害他的祖国 没有 是因为他所谓他的祖国 把他杀了 把他伤害了 那你呢 作为他老婆 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为什么写这么一段话 我们不知道 这段事情 李文亮广场这段事情 可是两三个星期前的事情 不是现在 也就是说 中间经历了相当大的 相当多的一段时间 那李文亮是一名共产党员 他爱他的祖国 那他死了还是不是党员 共产党员死后都见马克思 这是我们通常说的 所以这是我想说 他的问题所在 而他的老 而他的太太 写了这么一段话 可是这段话呢 没署名 说实话 这段话的原文是这么贴上的 但是贴在他的微博上 就这么来的 这个是很奇怪的 就是说 他声明呢 没有落款 没有时间 是夜里 十一点十九分 透过iPhone贴上去的 就是讲 他在什么背景下被贴的 贴的我不知道 但是他里头声明 文亮是一个共产党员 爱他的祖国 不能伤害他的祖国 那文亮是最珍贵的回忆 也是最大的伤痛 我真的不想再有人 拿文亮来炒作 真的希望不要再无端勾起伤心事 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 所有人都健康 得知消息很 所以文亮是一名共产党员 深爱他的祖国 这是所有文章里 在整个文章里最关键的一点 最关键的一点 没人知道他在什么背景下心 我个人 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 对不对 人们的评价 评价不一意 他的妻子今天被共产党绑架了 没有能力为他深渊昭雪 连保持沉默权力都没有 只能在共产党的魔爪之下 求得求全生命 这是被绑票的 在他认为是被绑票的 这是这张图 有些人做了这么一张图 那是他太太 这是我也看到比较原始的 得知这个消息 深爱他的祖国 看来他的妻子 是把李文亮的事迹 看作是给国家添堵了 我个人觉得 在通常的情况下 你说他自己特意打出一张纸来 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 如果他要发表相应类似的看法 他在微博上 没必要去拍张 再打印纸 打印出东西来 然后再拍过去 再上路给 打印一张 现在有几个在那去写字的 都在手机上打东西 对不对 他也是用手机发的 所以那张纸 是给某些人看过 是给某些人看的 作为一种交代和文件 我个人比较善 我们只能说善意的去理解 但他表现出来的呢 就是这个内容表现出来呢 却是我以为却是 今天中国环境当中 你乐意不乐意 而必须接受的一个氛围 对很多人来讲 他没有选择的 那因为 讨论的人很多 我们只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推特上筛选比较多的人 声明不管是真假 符合李文亮的价值观 他认为不值得尊重 他不过 无意发了个帖子提醒自己 基本上是这个 他说被警告立刻就怂了 又支持港警 下面这个人呢 就说的 黑白之间 一条活鲜的生命的教训 亵渎了生命返普归真的 神圣意义 涂红了泥泞中 并不洁净的自己 并寻出美来 我个人觉得这些 怎么说呢 生命返普 返普归真 人要没有信仰 就没有这个东西 生命返普 什么叫返普归真 回扣到自己的灵魂的本身 一个生命出生了 就是他的魂 钻到这块肉里了 爹妈造了一块肉 他钻 那个魂钻进去了 返普归真 钻进去之后 这个人这个魂就以为 肉体是自己了 所以返普归真 就是摆脱肉体的欲望 回过来又看见自己的魂了 其实就成了 李文亮的遗孀反对 说他是个共产党员 这是 这是法广也把这当成新闻在报了 这是另外一个 不仅应该谴责美国 而且谴责中国网民 不应该把李文亮当成吹哨人 太有抹黑李文亮 中国共产党人的 共产党员的身份了 另外一个武汉人 这人是武汉的 拿了iPhone11 今天几个小时之前发的 他就不干了 李文亮的老婆写了公开信 你家文亮走了 政治上跟经济上得以补偿了 很到位的 你是个聪明人 就应该做个低调人 不应该刺激广大的受害者家属 你家人的生命宝贵 广大受害者的生命不宝贝 难道广大受害者的家属 如果与你一样得到各种关怀的话 你家属们知道怎么做 可现在只有三千元的 所谓的慰问金 那追究什么 为了一个交代 经历了什么 公安连三天两头邀请 通讯工具全方位的监控 打压各种手段 家里至亲被人制造的灾害害死了 而家属不能要求追责 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也是进了两次派出所的 扣了我帽子 说不识言论 我是一个干脆的人 如果我违法案 直接抓我就算了 罪恶是掩盖不了的 他要追责责任 混成了劣势 各种补偿一千多万 广大的受害者 只有所谓的三千块钱 你好 真的好嘲讽 好讽刺 所谓的烈士当初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是特别聪明的 特别说明不要外传 够刺激吧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同样一个人发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 李文亮是不是拿了一千多万 跟武汉的每一个 中国的每一个受害者拿到的钱数 中间出现了这么大的差距 如果这是事实 那故事呢 确实是蛮不一样的 大家分享几个文章标题 我觉得就是个笑话了 方方的武汉日记 跟一场政治风波 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是武汉的方方 方方的武汉日记 温和却引发了仇恨 让人很害怕 温和引发了仇恨 让人很害怕 大家都知道 这样的内容谈及的是今天 在中国社会中 同样在面对疫情的两个人 一个是方方 一个是李文亮 方方还活着 李文亮死了 另外一个 武汉京县大字报 说方方构陷国家 威胁他 以死谢罪 大字报 这就是当年习近平 跟他爹在一起 被批斗的时候 把今天习近平 当时把习近平吓坏了 从而诱发到 今天的政策的 一切对其他人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的 政治迫害的手段 是他一种 是他一种报复 是一种 报复的概念就是 当初他遭受迫害的时候 他习近平遭受迫害的时候 没有人站出来 但不光他习近平遭受迫害的时候 没人站出来 邓小平家 邓朴方从 北京大学的宿舍楼里 跳下来 摔残了 没人帮他 是余振生帮的他 所以余振生 就变成了邓家 变成了这个 邓家代言人 那习近平呢 是觉得呢 邓家也不买他的账 对不对 所以他同样去报复邓家 就这么点事了 就 就我 在我眼睛里 我觉得就这么点 第一时间 这个社会 这社会真实的反应 第一时间 在掌握两会的动态 这是人 他拿了一支 人民警察报 这是警察来的 你注意到 他拍的片 他报纸是这么看 对不对 折起来看的 那警察 看人民警察报 都是倒着看的 个个都不是人 是鬼类 反着看字 他反着看字 这报纸才能折起来的吗 这就是今天中共体制的宣传 我说的意思呢 无论是李文良的太太 还是你现在看到的警察 在读报纸 这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真实 而这一份真实 给习近平奠定了 相当坚实的基础 就是说 什么意思 我可以把中国人整成这样 他都没有反抗的意愿和能力 我觉得这是他最真实 就是说 他敢向美国人说不 他觉得自己强大无比 要保住共产党的力量 就在这儿 就是我们刚才解释的那一面 方方受到的羞辱 警察们可以倒看报纸 那李文亮的老婆 可以说痛斥美国人的行为 当然李文亮的老婆 我自己觉得 那封信写的有点奇怪 因为他没必要去那么写 他写那东西是为了给发表用的 彭定康 习近平为了保住共产党而牺牲香港 在所不惜 我觉得这话说的是这么回事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最让习近平不能接受的应该是天灭中共 应该是天灭中共出现在香港 几百万香港人站在街头 同声讲天灭中共 这从生命道理上 他受不了 川普总统发出了强烈的反击 那彭定康讲 是为了保住共产党 这是路透社的 习近平对香港是极其残暴的 这是彭定康眼睛里的话 残暴的压迫显示出 他不惜任何代价 要令不惜任何代价来保住中共 冒险让资本严重外流 而本国的外汇收入将锐减 那他的信心 我刚才讲是那些人表现出来的信心 习近平在武汉肺炎 和贸易战失利的损失的背景之下 让中共让共产党在中国失去势力 将会灭亡感到慌张 我以为习近平意识到中共的灭亡 所以天灭中共是让他感到末日已尽 他想充当那个 在当年苏联解体时 苏共解体时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站出来 他想做中国共产党的男人 中国的唯一男人去拯救中共 其实这都是他自己讲的 没有什么大家听起来可能嘲讽 这都是他自己的话 他的原话 西方不要对习近平太天真 他都他在位八年 我们已经过了那个 不希望冷战再发生的年代 习近平自己要一种冷战 其实这里讲的冷战就是生命认识 生命的意识形态的认识 生命的定位 我以为就我个人来讲说的到位就是 你是猴变的 你爷爷的奶奶的奶奶是离猴进了三步 还是你是神造 真正的差距就是这样 你要是猴变的 你什么都敢干 但你什么都害怕 他生命没有基础吗 你什么都敢干 是因为你死催的 是因为你的贪婪催着你 你什么都敢干 你什么都害怕 是因为你真没底 你真笨蛋 真没底 真不知道这世界应该是什么呀 因为你对自己都没有认识嘛 对吧 你对自己表现出来的 生命的本身都无从解释 所以就我说就是一块肉 横竖看的都是一块肉 习近平之所以时常对香港台湾 拿出民族大义之旗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他比起其他任何中国官员 更害怕共产党在中国失去势力 所以他更害怕天灭中共 原因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化身 原因他认为在中国社会中 中国的八千万党员中 只有他一个人配称为共产党代表 所以我以为这就是今天天灭中共的真正的概念 我个人觉得彭定康认识蛮不错蛮清晰的 因为你认识生命都是一面一面 谁也说不了全面 那说三天说五安 这个人从这个角度认识 那个人从那个角度认识 这个非常正常 但是他的根本上就是他的归结点上会归在这上 所以李文亮 李文亮的太太 再加上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方方 在中国社会引起的反应 就是今天习近平忘乎所为的最大的信心 同时他也知道中共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接受他 但是他却有能力在欲望上碾碎所有的人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